大家好,我是吴明老师,感谢您收看本集节目。 这几球有更深的理解和信心,并且能够积极实践在日常生活中,而实践了凡思讯与学习子为斗数一样,都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赛,能撑到最后完赛的,才能享受逆天改命的成果。 吴明小编相信,即使您已经完整观看了五个多小时的辽凡思讯2.0修行课程,内心或许仍然存在许多的怀疑,您会怀疑自己的努力是否会白费,怀疑辽凡思讯是否真的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吴明老师决定再开设一个新的章节。 藉由吴明小编的解说,来为大家解答这些疑惑,一起来探讨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相信,了凡思讯能有逆天改命般神奇的效果,能为自己开启人生外挂,并重获新生。 在了凡思讯2.0的第五章《立命之学》中,袁了凡诉说了他遵从母亲意愿学医,到遇见精通黄极精之术神算孔先生后,重新燃起读书的念头,再到面对无法改变命运定数的无奈,直到在遇见云古禅师的开始后,又重新燃起对公民富贵的追求,并努力实践积善与改过的过程。 最终改变了自己被神算孔先生原本算准的命述,但这些仅是袁了凡自身的说法。 然而,了解无名老师的同学都知道,即使是面对紫微斗数,无名老师总会以科学的角度去验证事实。 因此,我们透过史书的记载,来验证袁了凡的一生,以此来确认他在了凡思讯中,所叙述的一生变化是否与事实相符。 这样的验证能帮助我们判断了凡思讯中的说法是否属实,或仅仅是袁了凡个人的观点。 这也让我们思考,人,是否真的拥有逆天改命的能力,以及了凡思讯是否真的是改变命运的宝典,进而解开我们内心的疑惑。 明清史料记载 袁了凡本名袁皇 自昆仪生于1533年 江苏省吴江县人 年轻时,他入坠到浙江省嘉善县信书的人家 在嘉善县,他得到了公费支持 成为县里的公读生 孔先生运用皇级之术,仔细推算我今生的命运,他告诉我说 我在现考初级同生中排名第14名 在知府考试中排名第71名 在提督学院考试中排名第9名 结果,明年我去参加考试时 这三场考试的名次完全符合孔先生所预测的 明清史料记载 自从我拜见云谷禅师的第二年 前往礼部参加科举考试 孔先生算命结果显示我应该考取第三名 但出乎意料的,我最终考取了第一名 这一次,孔先生的算命数似乎失灵了 他没有预料到我能考中举人 更令人惊讶的是 我在随后的秋季相试中 我居然成功中了举人 这些都不是我命中该有的公民 这让我更加坚信了云谷禅师所说的 命运可以自己改造 明清史料记载 袁了凡先生于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 西元一五八六年 考上进士 随后 袁了凡奉命到河北省保底县 担任县长 这也与了凡四讯记载相符 至鬼位八月 三千之树已满 父亲信空辈 就家庭回向 九月十三日 父亲求众进士院 许行善事一万条 并须登地 受保底之限 这样行善到鬼位年 农历八月 从更成年许愿到鬼位年 三千见善事的心愿 方才坐满 又请信空高僧等和尚 在家里坐了回向 到了鬼位年 农历九月十三日 又起了重进士的心愿 并许下坐一万条善事的大愿 过了三年 在丙须年 居然中了进士 吏步就补我去坐 保底县支县的缺 原了凡先生 在担任保底县现场期间 非常注重人民的福利 经常致力于推动 有益于地方的事业 保底县当时常有水灾泛滥 他于是积极新办水利工程 疏通了三岔河 并筑起堤坝 以防止水患侵袭 并且教导百姓沿着海岸种植柳树 每当海水泛滥 携带沙土冲上岸时 遇到柳树就激挡下来 久而久之变成一道堤坊 他又督导百姓 在堤坊上建造沟渠 并鼓励百姓耕种 因此 使荒帝逐渐开垦 在了凡四讯第四章 积善之方阐述 善的十种项目中 其中第六项是新建大力 可见原了凡确实在实践 这些行善的事情 并将其纳入了了 了凡四讯四篇家书里 教导儿子应当行善的项目中 何谓兴建大力 小而一乡之内 大而一义之中 凡有利益 罪以兴建 或开渠岛水 或主体防患 或修桥梁 以便行旅 或施茶饭 以寄饥渴 随缘劝导 协力兴修 务必嫌疑 勿此劳愿 什么是新建大力呢? 不论是在乡里 还是在县城 凡是对公众有益的事情 都应该积极参与 可以是新建灌溉农田的渠道 修筑堤防以防止水患 或新建桥梁 以方便交通往来 甚至施舍茶水饭菜 帮助饥饿口渴的人 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劝导大家 共同出钱出力 不要因为担心遭受到指责 而推脱不做 更不要因为怕辛苦 而避之唯恐不及 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应该的 原了凡先生 在担任保底县现场期间 出免除了百姓的各种杂役外 更重新清查保底县的田产 调整每亩田每年要收银的金额 减轻百姓每年交付钱粮的负担 以方便民生 让百姓安居乐业 这也与了凡四讯记载相符 原来保底县的田 每亩每年要收银 两分三厘七毫 我重新把全县的田清查了一遍 发现百姓钱出的太多了 所以将每亩田阴角的钱粮 减到一分四厘六毫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决定的 在了凡四讯第六章 《立命之学2》中 原了凡叙述其奉命到 河北省保底县担任县长 但之后原了凡就没有在了凡四讯中提及 其之后试图发展 但在明清史料中可以找到 原了凡升把为兵部职方司的记载 以及原了凡之后的发展 明清史料记载 原了凡担任县长 过了七年 在他六十岁时 升把为兵部职方司的主管人 职方司管理项目有 于途君治 陈皇 镇术简练 征讨等事务 其职则包括 定期三年一次汇报地图 以听后调遣之命令 检阅修郡城池 增设阵术降效 射兵囤柱配置兵力 平时准备出征任务 记录功过并执行奖程 可处理官金 击捕 整顿军队等勤务 袁了凡在职方司任职期间 刚好碰到日寇侵犯朝鲜的情势 朝鲜向中国求援 当时的精略 驻朝鲜军事长官为宋映昌 奏准请袁了凡担任参谋长 军前赞化的职务 负责辅助谋划作战 并监督支援朝鲜的军队 提督李如松 则掌握兵权 假装与日寇和谈 并赐给高官俸禄 以迷惑日寇 日寇信以为真 放松了防备 李如松则发动了突袭 攻破形势险要的平壤 因而打败了日寇 原了凡先生因此事当面指责李如松 认为对付日寇不应使用诡诈手段 这样有损大明朝的国威 而且他也批评李如松手下的士兵 随意杀害百姓 并以头颅来寄攻 原了凡向李如松距离力争 但李如松发怒 不但不接受劝诫 反而独自带着军队东走 使得原了凡所率领的军队孤立无援 日寇因而乘机攻击 所幸原了凡机智应对 才将日寇击退 然而 李如松的军队 最终被日寇击败 李如松为了逃避责任 想要脱却自己的罪状 反而以实相罪名弹劾原了凡 远了凡迅速被提出审判 最终在执掌规鉴朝政缺失的官职上 被迫停止返乡 回到家乡后 远了凡非常认真的行善修行 直到他去世 享受七十四岁 明熙宗天启年间 远了凡的冤案终于真相大白 朝廷追续他征讨日寇的功绩 赠封他为上宝寺少卿的官贤 远了凡先生从当学生时 就非常喜欢研究学问 不论古今书籍或轻重事物 他都认真研究 涉猎广泛 他对星象法律水利理数 兵被政治堪余等领域 多有深入的了解和通晓 远了凡先生家境虽然并不富裕 但他却非常喜欢不诗 家居生活简朴 每天诵经持咒 餐产打坐 休息只观 无论公务还是私事在忙 早晚定课从不见断 在停止返乡期间 远了凡先生写下了四篇家书 当时命名为戒子文 用来训诫他儿子袁天启 后来成为了广为流传的 《了凡四训》这本书 根据以上史书的记载 可以证实 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 所描述的事情并非虚构 应不是自己杜撰的 而是真实可考的 这些记载确实能找到相应的人 事 时 地和物来佐证 一个人若为亲身经历 很难杜撰出四篇家书 只为用来训诫他的儿子袁天启 既然袁了凡用尽余声 教导自己的儿子袁天启去实践 了凡四训 那么袁天启的发展又是如何呢 接下来 让《无名小编》继续通过史书 带大家来了解袁天启的一生 明清史料记载 袁天启后改名袁衍 自 若思 号 宿水 生于万历九年 1581年 浙江嘉兴府 嘉善县人 袁衍在天启四年 贾子年 1624年 浙江湘市中成为举人 随后在天启五年 遗丑年 1625年 连结遗丑科进市 出任江西高安县之县 袁衍在四十三岁丁卯年 1627年夏秋之时 高安县遭遇大水 袁衍四处奔走救灾 敬偶血足于关 回乡时 囊窃骁然 意指其行力空空如也 表示袁衍与其父亲原谅凡一样 也是非常清廉的县官 高安县当地百姓们 对他们的支县袁衍离世 深感爱伤 街巷间哭声满地 如同逝去至亲 由此不难看出 袁衍深受其父亲 袁了凡青年节俭 与行善积德的思想影响颇深 袁衍其创作诗集有 报夕摘集三卷 适风优雅 让人感受到晚唐世人的风采 堪称京士智文的佳作 无人能出其诱 对照袁天启的发展 与其父袁了凡相似 且与了凡四讯 积善之方中 几则行善积德的故事相应 袁了凡的故事 也验证了福报延续给后代子孙 并且他们子孙也认显观 想福报的事实 这样一来 大家应该更能相信 了凡四讯改变命运之说 真的所言不假 真真确确验证 在史书的记载上 如果你仍然心存怀疑 那么我们可以再谈谈现代名人实践了 了凡四讯的真实故事验证 被誉为日本经营之圣的著名企业家 道圣和夫先生 在年轻时也有缘拜读过这本 了凡四讯 因此他立即顿悟当中的道理 并将其奉为管理和经营企业的圣经 想读了凡四讯的他也曾经说过 唯有极致的立他才是最好的立己 因此他不仅注重于个人利益 更重视为他人制造机会 甚至愿意做出自我牺牲 因为他在读过了凡四讯后 道圣和夫先生深信 立他之后 上天自然会降给我们无数的恩责 他的企业理念也深受 其他企业家的尊重和影响 被广泛视为成功企业家的典范之一 道圣和夫先生在1959年 一手创办金瓷集团 从此开启了他在商业界的传奇之路 1997年他自今次退休后 却在例行体检中被诊断出患有胃癌 虽然手术成功 但此时令他深思人生 同年9月在京都出家修行 这段境遇与袁了凡 当初看破命运无法改变的情形类似 进而闭门修行 袁了凡也是在这段期间 遇到云古禅师的开悟 而重新改变人生 2010年 道圣和夫先生 因民主党纠山政府的三国茅庐下 以78岁高龄出任日本航空会长 他成功扭转了日本航空的破产命运 将公司重新带入盈利轨道 带领公司度过了这场危机 最终创造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辉煌成就 从此道圣和夫先生拥有了日本经营之胜的称号 道圣和夫先生他的传奇故事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在商界中 他可以说是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将了凡四讯奉作神书 并透过实践其中的智慧 活出了如此传奇的一生 能从一位日本人口中推荐大家去读了凡四讯 相信是对了凡四讯最有利的一个背书 我们可以更加相信了凡四讯改变命运的力量 若你依旧心存疑虑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 另一位晚清政治家曾国凡是如何高度推崇了凡四讯的故事 说到晚清政治家曾国凡的一生 与袁了凡的一生对比 你会发现他们的发展极为相似 袁了凡出生于1533年 曾国凡出生于1811年 两人相差278年 且曾国凡更是宗圣曾子七十十孙 大家还记得了凡四讯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中提到的冯卓安与孔子祖先的故事吗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故事 冯卓安太史之父 唯一祥生 隆东早起复学 陆遇一人 倒卧雪中 门之 半江矣 遂解己棉囚一枝 且福归救苏 梦神告之曰 辱救人一命 出之成心 无浅寒奇为如此 吉生卓安 遂明奇 冯老先生救人之后 夜里梦到一位天神向他宣誓 你救人行为完全源自一片诚挚之心 因此我将派寒奇投身到你家 成为你的儿子 而寒奇是谁呢 他是宋朝一位文武兼备的杰出官员 在宋英宗和宋神宗时期 担任过十年的宰相 是一位杰出且与范仲淹齐名的大人物 等到后来冯卓安出生了 于是命名叫冯奇 后来光拜礼部上书 习言是将以女去书良和 而立续其祖宗积德之长 逆知其子孙必有心者 孔子称顺之大孝 曰 宗庙享之 子孙保之 皆至论也 是以往事争之 从前有一姓炎的人家 想要将女儿嫁给淑良和 也就是孔子的父亲 炎姓家族细细检视了孔家的种种行为 发现孔家祖先的积善之德非常丰富 且历久弥新 所以预知孔家的后代 必定会心胜苍隆 而孔子极为孔家的后代 孔子的后世子孙也都是发达荣显 曾子对于后世人的贡献不亚于孔子 而曾国藩是大家公认的晚清时期的重臣 明臣和功臣 从冯卓安与孔子祖先的故事得知 都在在说明因其祖先积德之常 子孙大多 荣显贵胜 因此 当你经由无名小编 介绍曾国藩的一生后 你可能会相信曾国藩 或许真的是 原了凡投胎转世 而原了凡投胎转世为曾国藩 或许也是想让世人再次见证 了凡四讯 是本一天改命的宝典的事实 晚清史料记载 曾国藩本名子称 自博函 浩迪生 生于1811年 足于1872年 湖南乡乡人 他是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 也是战略家 理学家 文学家 以及乡君的创立者和统帅 他在阅读了了凡四讯之后 深受启发 将其视为子孙必读的 第一本人生智慧之书 其实曾国藩从小就很聪明 读书非常厉害 他在23岁考取秀才 24岁中举人 28岁就考上进士了 而原了凡可是53岁才考上进士 然而 曾国藩年轻时也是庸人一个 性格冲动 血迹方刚 得理不饶人 还轻浮浪荡 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这也为他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比如他考中进士后 亲戚朋友便纷纷前来请教 但他常常凭借自己是进士的身份 强词夺理 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的见解无可置疑 在曾国藩老家啊 人人都忌惮他是进士 不要让他三分 对他敬畏有加 后来 曾国藩前往京城的汉林院 却因为那里的人都是进士 对他这样的个性不以为然 有一次与汉林院同僚争论问题时 因为没有争过人家 最后竟然闹得拳脚相向 更加激化了大家对他的厌恶 汉林院的同僚们纷纷远离他 就连他的老乡也渐渐疏远了他 另外 有一次他去拜访同僚 看到对方心奈的小妾貌美如花 竟然言语挑逗起来 显露出内心的好色恶念 年轻时的曾国藩是个 人又浮躁 脾气又差 又虚伪傲慢 又特别好色 又爱白显的公子哥 跟一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啊 感觉袁了凡还比他谦虚收敛呢 其实 曾国藩早在23岁考中秀才的时候 就读过《了凡四训》这本书 当时也效仿了凡四训 立命之学的袁了凡 曾国藩也将自己的好赶上了嫡生 立志洗涤其荒唐而重生 所谓嫡者 许嫡其就染之乌也 意味着清除就有的染污 所谓生者 许自了凡四训的教诲 就是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也 于初号学海 是日改号了凡 盖悟立命之说 而不欲落凡夫科就也 我原本自号学海 但自从受到云谷禅师的开释后 便改号叫了凡 这是因为我领悟了立命的道理 不再愿意与凡夫俗子同流合污 将凡夫俗子的迷惑一扫而空 如今既知非 将向来不发科地 及不生子相 尽情改杀 物要积德 物要包荒 物要和爱 物要习精神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此一礼再生之深也 你如今既然已经了解 自己的缺点和过失 就应该全力改正 无法获得科地公民 和没有儿子的原因 彻底的去改正 务必一定要行善积德 对人和事 都要拥有宽容 包容的心 对待他人 要更加和气 慈爱 同时也要珍惜自己的精气神 从前的种种缺点 过失 就如同昨日已死 今日开始的你 就仿佛重生一样 重新开始 这就是你重新再生了一个 全心愿意行善积德 改正过失的自己了 所以 即便曾国凡年轻时 已读过了凡四序 并且下定决心 洗心革面 改正自己的行为 折结读书 努力向上 学习做人 结果他肯定没有误透 了凡四序其中的奥妙 并未真正认真实践 每天浑浑噩噩过日子 直到后来 在详细阅读了凡四序多次后 终于在28岁左右 悟透了自身的种种问题 从那时起 他开始每天坚持写日记 反省自己的言行 逐渐转变成一位伟大的学者 最后蜕变成了一代大儒 观治正一品 因此 曾国凡可以被视为 了凡四序这本书的忠实粉丝 正是在悟透这本书之后 他才开启了 长达30年的自我修养和反省之路 而曾国凡 他改过的方式 其实就是写日记 甚至还请教了 当时许多有学问的人 结果这些大儒 也是建议他写日记 但其实曾国凡 不用请教别人啊 袁了凡 在了凡四序中 早已说到写日记改过的方法 大家还记得 了凡四序第六章 《立命之学》中 袁了凡到保底线当支线时 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与至空格一侧 明曰至新篇 晨起座堂 家人惜赴门意 至暗赏 所行善恶 先兮必记 夜则涉拙于亭 孝照月道 焚香告地 在我担任保底线支线期间 我准备了一本 里面有空格的小册子 我称之为自新篇 每天早晨起床后 当我坐于堂上审案时 我会让家人将这本自新篇 交给看门人 摆放在公务桌上 我会记录每天所做的善恶事 即使是微小的事情 也必定会记录在自新篇上 每到夜晚 在庭院摆上桌子 穿上官服 我会效仿 照月道 焚香 祷告天地 上述文章引用了凡 私讯的内容 其实这就是原了凡 教大家要写日记改过啊 并且他还附带提醒大家 不仅仅是写日记 而且还需做到以下方法 写日记改过的效果更好 方法如下 故发愿改过 明须梁鹏提醒 忧虚鬼神正名 一心忏悔 昼夜不屑 经一期 二期 已至一月 二月 三月 必有孝宴 再者发愿改过 也需要相应的助力 在明的地方 最好有义友提醒督促 而在暗的地方 则要时刻警惕 意识到鬼神正在观察 并见证你是否真心努力 实践改过的愿望 只要一心一意的忏悔 从早到晚不停的努力 如此持续忏悔的过程 或许经过一个七天 两个七天 甚至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长期坚持忏悔下去 必定会见到有效的成果的 因此 我们也可以试着用写日记 来改正自己的过失 甚至放下身段 把日记交给别人去神月 让朋友来监督自己去改过 即使现代人很少人在写日记了 但可以采取新的方法 比如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如脸书 Facebook 将自己的心情和反省日记写下来 并标注好友 让他们来监督自己的进步 或者可以拍摄影片 并上传到油管 YouTube IG Instagram 抖音 TikTok等平台 同样标注更多人 让更多人知道 你正在努力改变自己 并给予你鼓励或批评 这样的做法能够激励你不断进步 大家可以多方面尝试 只要走出第一步 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向 袁了凡在了凡四讯说的 一心忏悔 昼夜不屑 经一期 二期 已至一月 二月 三月 必有笑宴 每天都朝着更好的自己迈进 相信这样的努力 终将会取得成功 增国凡在坚定写日记改过 努力实践 了凡四讯后 他的命运似乎开始有了转变 他不仅在自我修正和学问上 独有了显著进步 性格也变得更加谦虚 有耐心 做事更加细致 勤奋耐凡 学习效率也得到提高 大家都知道 袁了凡是用考试来印证命运的转变 那曾国凡怎么印证呢 别忘了 他还在汉林院学习啊 之后汉林院的大考 突然就来了 汉林院是清朝的学术机构 所以说在这里上班的主要任务 就是学习 那既然是学习 肯定就有考试了 考得好的 当然升官发财 考不好的 可能还会被降职呢 而且汉林院为了验证考试的真实性 防止有人作弊 所以汉林院的考试 都是突然宣布的 从不提前通知 宣布后就考 让平时没有准备的人 一下子就被考试刷下来了 而曾国凡 刚好正在努力改过急修炼自己 这段时间 他情欲自律 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汉林大考中 他竟然考取了第六名的好成绩 这让他从七品的汉林院检讨 一下子连升四级 居然立刻升为了五品的汉林院的使讲 如果当时曾国凡还浑浑噩噩的 在汉林院学习 想必这次汉林大考的成绩肯定很差 甚至可能被降职呢 这也证明了实践 了凡四讯 从天而降的机会可能马上就来 只是怕你没有准备好 只要准备好 抓住机会 就会如同曾国凡一样开启了他的开外挂的人生 他在官场生涯中 他创造了多个记录 十年七千 连升十级 一跃成为二品的内阁大学士 这在当时确实是罕见的 也就是相当于从一个小小的副处长 直接升到了国家中央的副部长 在当时朝廷来说 三十八岁能当那么举足轻重的高官 可以说是升官第一人 这证明曾国凡实践了凡四讯 仅用了十年的时间 就改变了他原本浑浑噩噩的命运 确实 有人可能会说曾国凡可能就是运气好 恰逢他努力之际便有了汉林大考的机会 才让他一路高升 但了凡四讯不是就是本改变命运之书吗 曾国凡从一个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 变成了享有好运的人 开启了他的开外挂的人生 这些变化都是在他实践了凡四讯之后 逐渐发生的 尽管改变不易 有些人一生都难以改掉自己的坏习惯 但如果你不去改过 又怎么可能改变命运呢 如果你放弃改变 命运的齿轮就会束缚你一生 那你就活该就被命运齿轮束缚一辈子 此外 暂时的好运不代表你一辈子都能享受好运 你难道不想一辈子都拥有好运吗 所以说 了凡四讯第七章节改过知法也告诉我们 然不得知此自高 化而不敬 即使在好运时刻 也不要自以为已经很了不起 停止改过求进步 否则命运可能再次翻转 因此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时刻都要警惕自己 1852年曾国凡41岁时 奉旨祖办湘军 以平定太平天国的叛乱 这又与袁了凡在60岁职方司任中也在面对类似的挑战 当时日本侵略朝鲜 宋印昌奏准起袁了凡为军前暂化的职务 兼督导支援朝鲜的军队 就是那么巧合 曾国凡和袁了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却有着相似的命运安排 这两位文人都面临着文人带兵的艰难挑战 他们在战争中的角色也相似 为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种相似的命运安排反映了历史上某种奇妙的轨迹 让两位截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 有着相似的经历 其实曾国凡一开始也是被太平天国打趴在地 常常被太平军打哭了好几次 甚至输到投河自尽 但曾国凡即使打败战依旧且战且改 遇错就改 并将湘军重新严格地训练 这时候 了凡四续神奇改命的运气再次降临在曾国凡身上 连天地鬼神都要来帮曾国凡啊 因为此时的太平天国自己内部出现了矛盾 内部开始分化 曾国凡带领的湘军才逐渐取得优势 逆转战局 最终成功平定太平天国之乱 曾国凡与徒弟李鸿章 左宗棠 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官制 五英殿大学士 同志年间 封一等一永侯 著有曾文正宫全集一书 享受61岁 而袁了凡享受74岁 两人的一生发展非常相似 是最能验证了凡四讯改命之说的最佳证明 凡事有包币有匾 在推广了凡四讯的同时 我们因此开放心态 去看待反对了凡四讯之说的声音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熙称那些奉行功过格的人 是在与鬼神交手为事 明清著名经学家张二奇 则指责袁了凡 就是在推广与天地鬼神为事 明末大儒 刘宗周对了凡四讯 亦有驳斥并提出了质疑 明末清初大儒 王福之更是严厉批评 袁了凡是在 画地成熬以现人者 似乎这些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 对于了凡四讯的批评 显示出他们对于将信仰 与个人利益相混淆的关切 认为这种方法 不足以作为普世价值的推广 我们可以以《圣经》为例 《圣经》一直是全球印刷量 和销量最高的书籍之一 并且拥有最多的不同语言版本 根据估计 每年《圣经》的销售量 超过六千万本 总共已累计发行四十亿本 然而 反对《圣经》的声音也不在少数 甚至有一些宗教界 重量级的人物 也对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是 这是否意味我们应该否定 《圣经》的价值呢 吴明老师曾经指出 世间万物皆如太极 存在着阴阳之分 善恶之变 褒贬之别 唯有达到太极的平衡状态 才算是完美的状态 因此 当我们推广了凡视讯时 也应该愿意接受各方评论 在这里举个例子 来自日本科学家 将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 他在《水知道生命的答案》 一书中发表了这一系列实验的结果 实验中 他将不同的文字贴在水杯上 如善良 感恩 爱 以及负面的词语 如恶魔和希特勒等 然后观察水的结晶形态 结果显示 水在贴上正面词语时 结晶美丽完整 而贴上负面词语时 则出现支离破碎的晶体 这些实验引发了对水是否具有记忆和感受能力的讨论 以及人类思想和情绪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另一个例子是 当我们对水说出充满爱和感激的话语时 水的结晶会呈现出美丽的几何图案 相反的 如果我们对水说出负面的言语 则水的结晶将变得丑陋 混乱而无序 还不止这样 将本圣博士的水结晶实验引人入胜 除了将不同的文字贴在水杯上观察水的结晶外 它还让水聆听不同的古典音乐 如巴赫 贝多芬和肖邦等 发现不同音乐对水的结晶形态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这些发现显示了一种 似乎超出我们对水本质的理解的现象 引发了对水是否具有记忆 和感受能力的热烈讨论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将本圣博士的实验结果令人惊叹 但一些科学家尝试重复这些实验 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 甚至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因此 一些人将这样的实验归纳为伪科学 并对此提出了批评 那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否定将本圣博士的说法及实验呢 或许 我们不应该完全否定将本圣博士的研究 而是应该持开放态度 去了解并等待更多科学证据的验证 以上例子让吴明老师联想到了凡四讯中的第三章 《积善之方》中 天木山的高僧中风和尚开始众人说的一句话 中风云 未必然也 众人立言取壮 中风皆未不然 中风和尚再次指出 你的看法也可能不尽正确 并非一成不变 众人列举了各种日常善恶行为 但中风和尚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你们的说法未必全然正确 中风和尚这句话提醒我们 不能仅凭自己的失败来否定一件事的真假 毕竟当涉及到人的因素时 不同的人进行实验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因为人的意识和心态对实验结果也会产生影响 无名老师再举个例子 同一首歌让不同的人去唱 会给人不同的感觉 有的人唱得很有灵魂 但灵魂这个东西人看不到 但是却能够感受到 而这种感觉就是用科学也解释不了的 但你不能去否定它唱得很有灵魂 就像同样的堆一杯水说 我爱你和我恨你 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说出来 带出的讯息强度也会不同 当然得到水结晶的状态也不同 所以实践了凡四讯 在于你相不相信自己的命运可以改变 如果你相信 自然而然能借助了凡四讯之力去逆天改命 然而 若你始终不相信 用怀疑的态度去质疑了凡四讯 那么你在怎样时间 或许也难达到逆天改命的境界 当然 就会认为了凡四讯是与天地鬼神为事 化地成熬以现忍者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评论是怎么看的 现在 让我们一起努力踏上实践 了凡四讯的道路上 吴明老师 期望大家最终都能够实现命由己造 服自己求的成果 并且经由行善积德 让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的福报延续子子孙孙 长长久久 在这段了凡四讯修行之旅中 我们与吴明老师一起深入探索了了凡四讯所传达的智慧 在2024年启用全新的实践方法 重新学习从谦德之孝到积善之方 并借由立命之学坚定内心信念 最终用这三大法宝去实践最难的改过之法 最终完成整个了凡四讯2.0 全新的逆天改命的修行之旅 我们不断地学习 实践 探索自己的命运与人生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个人成长的马拉松旅程 更是一次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索 在这条路上 我们或许会遇到挫折与困难 或许会受到外界的质疑与批评 但正如吴明老师所言 信念与坚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无论遇到多少艰难 我们都要坚信自己的能力 相信命运可以因我们的努力而改变 而吴明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在这分享与导论 紫威斗数相关话题 诚挚地邀请您动动手指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选择接收全部消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也请点个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此外我们乐切期待 大家踊跃使用超级感谢赞助的功能 这不仅是对吴明老师频道的实际支持 这些赞助更将直接帮助提升我们在影片编辑 录音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水准 您的每一份赞助都是对吴明老师创作的重要支持 有助于我们提供更优质的内容 感谢您的慷慨支持 共同见证吴明老师频道的不断进步 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频道首页 扫描QR Code 加入吴明老师专属的LINE群组或FB社团 这样您就能更深入参与我们的社团讨论 敬请期待下一集的节目 再会 最后吴明的师傅说 你的人生仿佛一场战争 我们应该选择最好的策略 去赢得人生这场战争 所以 上策是 人生能自己逆天改命 工具是了凡事讯 中策是 人生学习命理 趋吉避凶 工具可以是指挥斗数或其他命理咨询 下策是 人生只得任由命运摆弄 唯有突破自己走向中上策 人生修行才叫完成 否则 这辈子修行不及格 依旧得无限轮回 直到完成属于你专属的功课 最后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 向那些无私奉献 推广了凡事讯的同道之人 自以诚振的感谢 他们的努力和付出 让这份智慧得以传播 让更多人有机会走向改变命运的道路 愿我们共同努力 实现命有己照 服自己求的理想 让善行与智慧的光芒 永远照耀着我们的人生 无名老师 感谢有您 再会 此影片漫画素材 取自马来西亚 全职漫画家 林聚琴先生的 了凡事讯漫画版本 再次感谢全世界 那么多无私奉献 推广了凡事讯的同道之人 一起努力引导大家 走向实践了凡事讯的道路上 期望大家最终都能够实践 命有己照 服自己求的成果 此福报延续直指孙孙 长长久久